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省略这个步骤不做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直接把朝鲜剂破开 然后切成四个等份就可以了 朝鲜剂的烹调方法可以水煮 用蒸的或者是用烤的 而最简单的烹调方法就是用水煮熟它 我就在大锅里直接注入主量的水 由于朝鲜剂容易氧化 所以我就在锅的水里面加入一些柠檬汁 顺便就把半个柠檬就丢在锅里一起煮 等水滚的时候 我把朝鲜剂翻个身 然后设定个时间 盖上锅盖 给它煮上个三十分钟左右 而在煮朝鲜剂的同时 我就要利用三样非常简单的天然食材 来做出一份让朝鲜剂吃起来 让人大喊过瘾 而且更加享受的一份美味酱汁 首先我切了一些蒜末 蒜对我来讲是最棒的辛香料了 它不仅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 而且它那浓郁的香气 更是让那些爱吃蒜的人 一吃就停不下来了 接下来的两个调味料 就是喜马拉雅山粉红盐 和特级冷鸦出榨橄榄油 而蒜蓉的多少和咸度的口味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爱来做些调整 把这三样食材调和一下 尝尝味道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一份美味的蘸酱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三十分钟到了 我们可以开盖 试吃一下朝鲜剂 它的熟成度在哪儿 如果能够顺利地剥开 那就知道朝鲜剂已经煮熟了 要更确定的话 也可以试吃一下 确定那个熟成度 是自己喜欢的口感 如果是 那就可以关火了 朝鲜剂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artichoke 它其实还有很多别名 有叫阳剂 法国百合 荷花百合 荷菜剂等等 尤其是近几年 人们已经发现 朝鲜剂 它富含高营养 而且具有医疗价值 因此 朝鲜剂 被视为非常珍贵 而且神奇的蔬菜 在欧洲 还有蔬菜之王的美名呢 好了 现在是令人最高兴的 品尝时刻到了 朝鲜剂 artichoke 应该要怎么吃呢 答案就是 朝鲜剂 算是finger food 简单的意思就是 你要用手把它一片一片地剥下来吃 然而在吃之前 我们先来把其中毛茸茸的一部分 先把它切掉 那个部分是不能吃的 而把这绒毛的部分 取掉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 朝鲜剂 最嫩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artichoke heart 而在开始吃的时候 底部的夜半 可以先大约剥掉 两三层之后 就可以开始吃了 而越往里面剥 口感也就越嫩了 一片夜半剥下来之后 它能吃的部位 就是在底部那凸起 嫩嫩的部位 喜欢吃清淡口感的朋友们 也许会发现 朝鲜剂 不用沾任何的酱 就已经很鲜甜了 但是如果你爱吃蒜味 这个蒜味橄榄油酱 真的是超够味的 它必定能够大大提升 吃这份朝鲜剂的享受程度呢 这看似非常简单的一道蔬菜 然而它结合了 鲜甜的朝鲜剂 香气十足的蒜味 喜马拉雅盐的 姜姜好的咸度 再加上润滑的橄榄油 而那份在我嘴里爆开的一份美味 我只能说 无语伦比 好了 别忘了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